开低走低 盘中一度下沙超过有1400点 跌破了16000点大关 上市公司下跌高达有932家 跌停有296家 而在台股狂泄超过1400点之后 政府基金进场互盘 逢低买进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这些全职股下 指数跌幅快速搜链 台积电股价由最低的518元吉拉道以560元措收 中场跌了有680点 指数最后收在15902点